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认识法福 真幸福 获取心知不孤独 听众朋友又到了 每周二的法律 你和我这个主题单元了 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冤狱平反协会的执行长 罗世祥 罗律师 上次 在去年的时候 罗律师也上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了 当时沸沸扬扬引起了社会大众很大关注的高雄 这个越狱的案件 虽然当时没有后续 可是是不是也引发了您对冤狱的关注呢 很多朋友 很多社会大众一提到冤狱都会觉得怎么可能有冤枉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见识制度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 当我们看电视影集或者是这个电影的时候 都会为越来越科技化的刑事案件的鉴定 感到振奋 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感到人权提升了 可是为什么落实了我们真正的社会案件 我们却会觉得他就是杀了人 怎么可以饶过他 或者是他就是王八蛋 怎么可以放了他 好 现在我们邀请到罗律师 哈喽 罗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冤狱平反协会是不是常常接到这样的一个抗议 或者是民众的反应是 你们专门帮那些已经关进去的王八蛋这样 我想抗议可能还不至于 但是不少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关心冤案的 关心司法的朋友们会来跟我们讨论说 你们救的谁谁谁 你们在处理的谁谁谁是真的有冤吗 那会跟我们讨论 或者是说我们处理的这个案件进行到哪里 那我们怎么有办法确定 这个人他是真的冤的 是 怎么有办法确定他是真的冤枉的 那就让证据说话 可是过往取证据的方式常常流于诟病 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包青天最原始的包青天电视影集 他取证据的方式其实是不断的逼问 或者是这个用古老的方式 那去用人为的方式 用古老的方式去取这个证据 可是其实科技是在进步的 到了今天取证据的方式 有哪些最容易让这个刑事鉴定人员 甚至是法官都感到混淆 都感到难以取决的部分呢 对我想主持人你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财政的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最近有一个死刑冤案 就是这几天这一阵子都有上媒体新闻 也就是死刑冤案正姓哲案 他已经在台中看守所待了5200多天了 一个走了几乎可以说将近15年的一个案子 那事实上他被判死刑 他案子关系到一个在KTV包厢内的一个杀警案 是个枪击事件 那听起来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复杂 因为人数是确认的 就是里面在场的有多少人 那胸枪是确定的 在这个被害的原警身上找到的子弹 都是由同一把胸枪所开 那这个鉴定很清楚 那再来就是那到底是谁开枪杀击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财政上面 令人很匪夷所思的就是 大家知道说胸枪 那可能很多人第一个直觉就是 那我们来验指纹 枪上有谁的指纹 那应该就是谁碰过这把胸枪 那事实上这案子发生在医院 那他的指纹是已经检察官起诉了 到地方法院审理的时候 法院才想到 那我们应该要验一下指纹 怎么案子没有验指纹呢 已经拖了三个月了 那拖了三个月 这个枪大家拿来拿去的 那这个到底上面的指纹 还真的采集得到吗 上面的指纹真的就还是 真的就是当时持枪杀紧的那一位吗 已经不明了 后来经过比对也确认说 其实根本验不出来 指纹根本就验不出来 那这就错失的第一时间 发现真相的一个机会 那这令我们也有点难以想象 就是你一个这么严重 两条人命的命案 但指纹枪上的指纹 却没有第一时间去验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则是他其实现场 他是一个因为当时发生枪战的时候 双方就是被告这边 那应该是另外一位罗先生 以及警方这边都有开枪 那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很多开枪出去 你弹壳弹出来之后 子弹往前走 弹头应该是要挖出来才对 确认说到底那个弹道走向是如何 结果现场很多弹头是没有挖出来的 没有在圈内里面 没有出现说明明就开了十几枪 但却找不到那十几枪的弹头 那这会影响到的是一个 他在密室里面 现场重建很重要就是拉弹道 像可能有些人也会有些印象 就是在当初319 李创育博士 在回来台湾开始做这个枪弹比对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会射雷射光吗 那确认这个子弹是怎么走的 那子弹怎么走 它的弹早点就非常重要 那当我们连弹头都没挖出来 你怎么知道说是哪一把枪 从哪边打出去的 对那这两个 第一个没燕指纹 第二个弹头没有找出来 就已经很严重的收证瑕疵了 第三现场没有这个收证领带 领方后来去现场的时候 要开始除了拍照之外 应该要把整个现场的空间 全部都用摄影的方式摄影下来 这是发生在2002年 当时这些技术设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以做的 但却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一二三已经三个瑕疵了 那再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从现场上面看到 歹徒这边啊 所谓的歹徒这边总共有四把是非法枪子 两把是改制手枪 两把是制式手枪 这四把枪就放着像网站拍卖这样子 拍卖枪子的这样子四肢摆在一起 已经被移动了他本来的位置 所以他原初的就是枪战发生 结束之后原始的位置究竟方爱哪 这件事已经可以说是不可考 因为已经被动过了 那这就又产生一个可能会产生 误判或司法冤案的一个关键 就是你现场已经不是真正的现场了 好所以接下来就是大家来拼图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事后 那另外的是这个KTV他在案发没多久之后就协业 那整个包厢也都拆除了 那所以包厢拆除也让法院说 那都现场都不在 我又要怎么回去砍研呢 我要如何去旅砍或者是说重建 那事实上法院当时的认为包厢拆除就无法重建 可能会也是导致现在这个死刑冤案一直 无法被理清真相的一个关键 那一个枪击命案要判死刑的案件 没有做现场重建 所以这几点第一时间的收证 那后来这个这个采证上面的熟食 以及最后法院又没有再做一个现场 实际枪弹重建的这个的作为 那其实就让郑姓哲这个含冤莫白 那最后也实行定验 目前已经在就是刚提到 在台中凯特所待的14年 这件案子其实社会大众媒体 一直都在追踪报道 也因为民间这个司法团体的努力 那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其实是因为它见识的缺陷实在是太多 就像刚刚罗律师所分享的 有这么多明显当时可作为 而没有作为的见识计法 并没有完整到位对不对 第一个对就是采证上面的瑕疵 大概就是有点因为现场就不在了嘛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收集到这些证据 或是采证上面的瑕疵指纹 没验等等的 其实就让这个案子 错失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那再来其实也包括说 见识人员法医他们在法庭上在侦察庭上面出庭所说的一些陈述 其实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那些陈述是都必须要划算问好的 那这边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监视组这边的监视人员 他有提到因为刚提到关键就是谁开枪杀警 那现场有一位也就是另外一位被身亡的死者罗先生 那罗先生他刚好他坐的位置是这个摸字型的主位 也就是摸字型上面那一杠的中间 那枪事实上也是在 就是胸枪也是在他周围旁的瑕疵指纹找到 那这边第一时间除了怀疑罗先生可能是什么时候之外 因为他第一时间被击毙了 所以后来警方这边办案就吵说 可能是另外一位有持枪的这个振兴者开了枪 那这边要问了 因为后来在死者身上验出 找到的弹头都是罗先生旁的这一把枪所开出来 那在罗先生附近有四枚这把枪所开出来的弹壳 就可以透过弹壳来掩盘开枪者的位置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做枪弹比对的一个方法 那其中这四枚弹壳有号弹壳 叫做编号三的三号弹壳 在罗先生的左手边 那另外三颗弹壳只是在罗先生的右手边 大概都在他的附近 那这时候这个监视人员他向法官说了一句话 他说编号三的弹壳绝不可能是由 罗先生所开出来的 那这个绝不可能的依据是什么 他当时就说绝不可能 那事实上他的思考是说 这把胸枪自制克拉克手枪 他的弹壳的弹出窗是在右边 所以原则上一般而言 他打出来子弹射击发之后 弹壳会朝向右方来跳 但这个只是可能性而已 现场他并不是一个就是平原 并不是一个就是荒郊野外的地方 那后面有墙壁 身后有沙发 那这个反弹来弹去 弹来弹去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弹到左手边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在的 那这位建设人员 他很果断很决绝的 跟法院所绝不可能 那既然编号三的弹壳 绝不可能是罗先生所激发的 换言之那把枪 有另外一个人持有过 那个编号三的弹壳 是另外一个人持枪 开出外的弹壳 那又在那个罗先生的左手边 其实就是曾经德所在说 所以说法院 这边就是采用了一个建设人员 他很某程度上是 是过于武断的一个判断 过于武断的一个阵子 但最后其实让法院 就形成一个影响说 那枪就是阵营这台 这是一点 第二点罗先生不可能开枪 还有另外一个法医 他有陈述一件事情 让法院形成这样一个认知 罗先生他身中两枪 第一枪是从射中心脏 那第二枪是从右下腹部进去 那射中心脏这一枪 其实是有穿过这个心包膜 当时法医就说 这一枪是造成死亡的关键因素 那他说因为他心脏中枪 他会当场毕命 法医这样跟这个在法庭上说 那这边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所谓的当场毕命是夺当场 一秒钟后是当场 还是一分钟也算当场 那其实这边没有给一个客观的可能性 然后法院就认为说 那既然罗先生当场毕命的话 那么罗先生在枪战一开始 人就已经丧失行为能力 结果后来我们事实上去找 最近我们这边在研究 其实在大约民国三四十年 很早期的台湾景观学校 出了一本教科书里面就提到 心脏中枪并不会当场丧失行为能力 因为心脏中枪 可能人还会有继续活动的能力 只是说你会随着血液慢慢的 就心脏无法再做这个收缩的运动 之后人就休克这样子 心脏中枪事实上 虽然是会死亡的可能性非常高 但他还会有一些行为能力 甚至包括他们估计说 大约还有十到十五秒的可能 可以行动的能力 所以这边其实就让法院产生了一个误解 所以法院就只以为说 所谓当场逼命 那可能罗先生一开始就不行了 就没办法行为 没办法还击 没办法开墙 那这件事情本身应该划伤问好 虽然最后罗先生是身亡没错 但这个他即便心脏中枪 他可能还是有还击的能力 枪也在他前面的热射通交道 弹壳都在他附近 所有的证据其实事实上是指向罗先生开墙 那最后法院判决 郑幸泽移动开墙 那判决郑幸泽有罪死刑定验 所以这边其实除了刚刚说 搜证上面第一时间这个财政的问题之外 也有包括这些专家 这些监定人员 在向法院陈述他们的意见的时候 他的专业性何在 他的依据何在 这些其实没有在当初审刑过程中 受到严格的检验 是 受到严格的检验 其实以往台湾的建许制度 往往还是靠人的经验 就像刚刚这个罗执行长分享的 一个介事人员 他武断的 他自己的判断 那这个判断是根据他的经验 但是经验法则 能不能够胜过科学办案 这恐怕就牵涉到科学办案 过去能够取信多少人 成功翻盘的案例 因为越多成功翻盘的案例 越能够显示科学的力量 在国外透过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完整 越来越能够取信大众的 科学制度的突破 其实已经让很多的冤狱 后来得到了成功的翻盘 对不对 对 主持人您提到的 就是现在一个 可以说是以全球性的 一个无辜者运动的趋势 事实上我们最仰赖的 就是DNA的技术 DNA的比对 大约在1980年末期 开始使用在这个 显示输用程序里面 早些时候就是 血液啊 毛发鉴定啊 等等这类的 就是它其实并不是 真的这么精确 以血液来说 A型 B型 AB型等等 那在DNA出来之后 可能可以更精确的比对之后 它就成为一个 法院在审理 或是警方在办案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事实上DNA 它最重要就是发现原案 早些时候用血型来判断 大家都O型 那现场这个被害者身上 遗留的血迹是O型 你也是O型 这时候可能就认为说 应该就是你犯案的 可能这个证据就认为够了 结果我发现没有 O型虽然都是O型 但事实上DNA比对 你的DNA跟现场遗留的血迹 是不同行别的 这时候就排除掉你舌案 人就这样子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无罪平反 那再以美国来说 他们从1992年有一个 在纽约这边有一个无辜计划 Innocence Project 他们成立了 他们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要用DNA来平反原案 我要用DNA的技术来让 这些喊冤的被告 有一个重新获得 见领的可能性 来看看是不是他真的有冤 那事实上 以1992年到现在 已经有平反了 330几件这个DNA的错案 其中有20件是死刑案件 就是因为DNA的技术 它本身可能是比较中心的 我因为技术的发展 所以我本来说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现在用新的DNA的判读 可以研判出真相之如何 可以排除掉这个被告车案 那这个在台湾 其实我们也有相类似的案件 2014年台湾原因平反协会 第一件成功平反的案例 陈隆琪 陈先生当时其实就是一个 歪染色体的DNA检定 那当时用17组的歪染色体 说不排除混有陈先生 那不排除混有 依照我们这个对语文的认知 就不排除就代表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最后法院认为有 他判决陈隆琪有罪 那四年的有期徒刑 他是因为妨害私主的案件 那陈隆琪喊认他就说 我真的没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做 那判决有罪定验之后 他向协会这边来说明他的案件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DNA 说排除其实有一些疑虑 那经过咨询 征询专家的意见之后 我们认为应该还有在调查的空间 当时其实就向法院来主张说 应该在调查 向法院生理再生 非常幸运的是当时刑事局的这个DNA的鉴定 有一个技术的引进 本来验十七组 现在验二十三组 多验六组 那后来法院知道说原来多验六组 那好我们再验一次 就再验这六组 排除掉陈隆琪 没有陈隆琪先生的DNA 在那个被害者的检体上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你技术有发展 本来是七组现在二三 这并不是才有错的问题 这是科学上的局限 以及科学的发展进步 可以让我们真正发现司法的真相 下一个技术 事实上在美国刚提到 他们平反那么多件 其实是他们有建立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 当判决有罪确定之后 被告受判决人 这个有罪的被告 有权可以申请我要DNA再检定 我要再验一次DNA 那当然要说明说有检体还在 或者说这个有DNA再检定的 必要技术有发展等等 做一些简单 呈述跟说明说 有验DNA的必要之后 要给他有机会重验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是让一个冤案 有机会获得平反这个关键 其实去年2015年 我们有另外一件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冤案平反 吕建敏案 那吕先生他当时是 检察官为他申请再生 检察官为他申请再生 那他被盘杂人罪 13年的有期徒刑 人事上已经入狱服刑 那入狱服刑4年 他仍然就是不放弃 向检察官申冤 检察官可能也看了觉得 案子确实有问题 就重新调查 那当时在这个被害者身上 就采集到一处DNA 这一处DNA 以这个案子是发生在 大约是2000年左右 公平2000年左右的时间 以当时的技术 只能确认这个DNA是男神的 是歪蓝色体 但这个歪蓝色体是谁的 他的行别 因为技术的局限无法判读 所以这个是不是 吕先生的不知道 那是不是另有他人的不知道 但当时就认为说 这应该是吕先生留下 因为是男神的歪蓝色体 所以就判吕先生有罪 现在检察官他重新调查 这个案件之后 检察官说 用现在的技术再验一次 就验出来了 那个歪蓝色体的型号验出 排除掉吕先生 那检察官就为他身体再生 后来法院也准以再生 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该判无罪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关键 就是技术上面的局限 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去干预的 但是新的技术的引进 这个其实就是让这个 建立这个制度之后 让可能有冤的这些被告 有一个再验一次的机会 那我们认为 其实在台湾也还蛮重要的 就是应该要引进这种 定验后 判决有最确定后的 DNA检定制度 让这个新的技术 可以来为这个冤狱的频繁 有一些发挥一些作用 所以如果不是检察官 受到了这个受刑者 一再的这个含冤 然后主动来申请在院的话 其实吕建民的案子 也是就死成大海了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边就变得 大家很讲运气 吕先生刚好遇到一个 就是遇到检察官 愿意帮他做调查 陈隆琦先生也遇到 我们也很幸运地遇到 这个法院愿意 重新再做一次检定 这个也是很少见 所以一般来说 法院在再生阶段 不太会这么做 那再来的是 刚好技术有发展 所以这太讲运气了 那平反冤狱 事实上当然很讲 很厉害运气 但不能这样只靠运气 如果制度可以建立起来 一个有助于冤案 获得平反的话 其实这是应该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不能只靠运气 因为人的生命是 没有办法重复的 那而且青春 也没有办法再来 虽然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就是愿意赔偿 那也有国家赔偿 可是呢 再多的金钱都换不回 已经逝去的青春 或者是被屠杀的生命 所以接下来其实 在科技越来越先进 但是过往有许多的案子 它的证据在当时 就没有彩证完整 甚至财政了之后 还会发生这种证据 遗失 在遗送过程当中 遗失的乌龙 那证据力也会随着 时间的流逝 它可能消灭了 它原来的 可以可攻见识的程度 所以 以冤语平反协会 这么多年的经验跟观察 那经手了这么多的 罕冤的案子 我们听闻成功翻盘的 只有两件 并不是每个罕冤的人 我们都可以百分之百 或者是借由片面的判断 它就一定是冤枉的 可是如果不是 你怎么知道说 它不是冤枉的呢 所以接下来 以冤语平反协会来说 有什么样的呼吁 或者是希望建立往后的 哪些制度呢 主持人刚提到一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制度的建立 有待建立 就是证物保存的制度 事实上确实 现在台湾没有一个法律 没有一个法条 明文规范证物应该如何保存 它可能散落在各个实验室 或各个账务库 证物库他们的管理办法 但如果搞丢了呢 如果当初第一时间就 就是收成的时候 就移交的过程中 就搞丢了 那或者是说 它随着保存时间越久 它的可能可被检验出来 它也许腐败了等等 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 法律规范在写这件事情 刚提到 如果要有定验后 DNA检验制度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证物还在 是 检体还在 是的 如果你检体不在 就算空有这个制度 也没有任何一个用处 那这部分其实就是 我们也期待下一阶段 要跟这个政府这边来 说明跟有谁 就呼吁这个建立 证物保存制度的必要性 那这个除了这个 鉴定的证物 事实上我们好多件 定验后 证物就准备要销毁了 证物就准备要销毁了吗 定验后可能就是 冤狱证准备平反的 关键时刻 那如果你证物就销毁了 那这样子 如何去取得证物 重新检验呢 对那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的是 我们这边我也想说明 有另外一件死刑冤案 它的知名度 可能没有到像 曾幸泽或其他 邱和顺 徐志强等的案件 这么高 它是谢志宏案 台南这边的一个案件 那从2000年 在台南看守所 到现在已经超过15年 将近16年了 那谢志宏案 也涉及到一个 证物的意识的问题 谢志宏在警局做了自白 说他有做这件事情 那他后来就在 离开警局之后 就表示说 他没有做 没有参与 那警方这边 他为什么会自白呢 为什么会向警方说 他有做这件事呢 其实这也是历史法院 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一个疑问 那法院这边 一个很直接的 一个作为就是 好我们来听听录音带 听听看你是怎么 做出自白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掉录音带 不见了 当然是不见了 录音带就这样不见 他总共做了三次的笔录 在警局 那有两次的自白 录音带就不见 第三次没有自白 就是律师在场 他很 就是跟警方说 我没有参与 这一卷的录音带就在 是 所以并不是没有警察局 这边没有录音设备 没有这回事 这是2000年代 当时录音设备绝对是有 依法也应该要全程录音 但他的自白 录音带就是不见了 认为你还是有对的 这个污名化 这个偏见 其实就造成 其实平原者 他难以再回到 这个社会的一个因素 那再来的是说 一般而言 可能在狱中 待了几年 待了五年 十年 甚至超过十年 那这个回到这个社会 他的 假设他要工作 他的收入 他的 如何去符合 他现在的生活 这也是一个疑问 那也包括说 跟他的亲友 他的周遭朋友 如何再重新回到一个 应该是回不去了 但是如何继续往下 过一个平原后 但是仍然是 值得过的一个人生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政府 或者说我们应该 关注的一个议题 包括像刚刚提到 这个陈隆琴 陈先生 陈先生他虽然 有幸他并没有 在狱中待过一天 他也因此没有办法 获得这个心事补偿 所谓的冤语赔偿 但并不是没进去过 他的经历就好很多 那他也在精神上面 受到很大的一个折磨 在那一段 收私法宿罪的过程中 那包括吕先生 在狱中待了四年 那出来之后 仍然是面对了 这个外界的质疑 那其实这部分 是我们也应该要去 关心的一个特点 倒不只是说 应该去除偏见 这件事之外 除了去除偏见之外 其实如何 让人可以更有尊严地活着 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是政府责无旁贷 因为今天其实是 司法当初搞错了 当初警方或检察官 或法院搞错了 那这样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突然被司法折磨 有时候我会称这个 叫司法难民 司法难民 对就是被折磨了 那折磨回来之后 终于回来 至少有一个无罪之身 就是可以确认说 他确实没有涉案 或者说不足定罪这样子 但接下来的生活 生活或生命 应该要如何走 我想这个是 我们必须共同面对 我想当科技的力量 已经出来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信赖他 而且要如何的 好好的善用他 那这是未来 要靠制度去建立 也希望下一次 像这样的 评约案件 浮出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用 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去看待 先把评件撕掉 今天非常谢谢 愿意平反协会的 罗世相罗执行长 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本节目是由 国立空中大学 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 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 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 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 法福会全国法律 咨询预约专线 法福全国七码专线 4128518 412帮我一把